墙上的洞 如果你在出租屋或是家里的墙上 看见有个洞 你会往里面看吗 我是专家 今天这个都市传说 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但是听完后 让人毛骨悚然 上世纪90年代 一个女生大学毕业 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方便上下班 而当她第一天搬进去 就发现在卧室的墙壁上 有一个小洞 她好奇地向洞里望去 却只看见一片模糊的红色 隔天 她找房东想要问问情况 房东支支吾吾的 只是告诉她 洞的对面 是她隔壁邻居的住所 或许是用了什么红色海报 把洞遮起来了 于是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 她也没有太在意 只是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每次看那个洞 对面都是红红的 一次下班回家的时候 在楼道里 女孩一不小心撞倒了 一个中年女人 而那个人披头散发 戴着口罩 爬起身来 头也不抬的匆忙就离开了 其他的住户告诉她 这个中年女人 就住在女孩的隔壁 此时女孩突然一惊 她想起了什么 就在刚才撞倒 那个女人的一瞬间 她看到了那个女人的眼睛 就像得了眼疾一样 红彤彤的 很红很红 很红很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